抗日战争期间,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副举,却在战争正直白热化的时候,被蒋介石以不提命令擅自撤退为由,下令枪杀了。 韩副举为什么会擅自撤退?他被枪决后,留下三位夫人、五个子女,现在他们过得怎样了? 1891年,韩副举出身在河北省霸州城的东台山村,一个没落的书香门地。 韩副举的父亲是清朝末期的秀才,当时家境还算富裕,耕地众多,算是当地的一个小地主。 但是到了韩副举出生的时候,因家里人口多,家庭已经沦为贫苦一族了。 好在父亲凭借着自己的学识成为了一位私塾先生,韩副举也因此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 韩副举的父亲希望他完成自己没能实现的愿望,考取公民,光耀门楣。 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清政府腐败不堪,列强虎视眈眈,读书人的含金量越来越低。 于是韩副举决定,离家另谋生路。 当时北洋第20镇正好在新民府招兵,韩副举得知这个消息后,毅然参了军,编在第40写第80标第三营。 因为参军的人良有不齐,大部分人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莽夫。 韩副举这个长相斯文,能读会写的就显得格外突出。 就这样,韩副举被上司冯玉祥一眼相中,任命为司书生。 韩副举也凭着一身本事,为冯玉祥出谋划策,上战场杀敌也丝毫不惧,逐渐成为冯玉祥仗下的十三太保之一。 辛亥革命后,韩副举随冯玉祥参加蓝州起义,失败后还乡。 但1925年,韩副举重新投入冯玉祥的队伍。 同年11月,国民军准备进攻天津,韩副举得之后就率赶死队首先攻入天津立下大功,于是被提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。 1928年底,韩副举受命担任河南省主席,但随着韩副举的权力越来越大,对局势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刻。 经常跟冯玉祥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各执一词,两人矛盾也因此越来越严重。 不久,韩副举被冯玉祥免去师长职务。 为了不可恩施冯玉祥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,韩副举选择了投奔蒋介石。 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,韩副举率部开赴山东,不久后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,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对山东的统治。 韩副举在山东统治期间,山东的教育和乡村建设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 尤其是教育方面,韩副举自己就是读书人出生,所以他对教育的投入的力度非常大。 1929年,山东的在校学生仅仅50万,但在韩副举治理的三年后,人数就达到了100万人。 可以说,在韩副举主政时期,是当时山东发展最快的时期。 韩副举为山东所做的,山东人民都看在眼底,所以在山东,韩副举就是土皇帝,山东人民只信奉韩副举。 蒋介石几次想插手都没能成功。 如果说,韩副举就安分守己地打理好山东,蒋介石也就随他了,但偏偏,韩副举权力越来越大,野心也越来越大。 不仅暗自扩充军队,还把地方税收挪为己用。 重要的是,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时候,韩副举还发电报支持张学良,这些都触碰到了蒋介石的底线,开始对韩副举有了杀心。 1937年,当日军推进到山东的时候,韩副举虽然全力应战,但在敌我之间实力悬殊的情况下,损失依旧非常严重。 德州血战的时候,韩副举军队的三个师损失过半。 重要的是,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,蒋介石竟然把许诺调给韩副举的中央军重炮旅,临时反悔调配给汤恩伯的军队。 这导致韩副举的军队因为缺乏重武器的支持,一败再败。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,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。 韩副举之前在山东的座位,蒋介石早就想惩治他一番了,所以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削弱韩副举的力量。 但他没想到,韩副举为了不如他所愿,选择了不战而逃,着动放弃了黄河泰山的天险地段,来保存自己嫡系部队的实力。 原本计划坚守数周的黄河防线,几天就被日军占领,给其他战区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。 韩副举这样的决定,由自己的私心,但也少不了蒋介石步步紧逼地推动。 当时李宗仁得知韩副举的举动后,立即下令让他回去死守黄河泰山的天险地段,尽快挽回损失。 可韩副举竟然回殿,南京不守,何守泰安? 其中指丧骂怀的意思非常明显,把蒋介石气得够呛,顿时对韩副举的薪酬就涨,全部涌上了心头。 于是,蒋介石下定决心要除掉韩副举。 1938年1月11日,蒋介石借着在开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,抓捕了韩副举,接着以不听命令是暗自撤退为由,对韩副举进行了枪决,终年47岁。 那么韩副举死后,他的妻妾子女下场如何呢? 韩副举一生有一个妻子,两个小妾,五个子女,蒋介石并没有迁怒他们。 但是得知韩副举被处死的消息后,他的两个小妾一个逃了,一个改嫁。 过分的是,他们为了不被拖累,还把自己的孩子丢给了韩副举的原配妻子高一真。 高一真原本也可以一走了之,但是长期作为军人的妻子,他的身上也有一种军人的风范。 为了养活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小妾的一子一女,高一真开始四处奔波的生活。 不过,就算日子过得再苦,高一真也从没有放弃过对几个孩子的教育。 在高一真的心心培养下,除了大儿子因为父亲韩副举突然被处死,惊吓过度,引起的神经错乱,最后死在北平一精神病院。 剩下的三个儿子都算有所作为。 二儿子韩四玉在解放后考入了军政大学,后来参军参加了抗美援朝,战事结束后便进入兰州电力技工学校教书。 三儿子韩四辉考入了黄埔军校,毕业后调入交通运输局,也算是国家公职人员了。 小儿子韩四皇是小妾所生,高一真也势如己出,甚至因为怜惜韩四皇母亲不在身边。 对他更加关照。 韩四皇也不负所望,先是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,后来又留学奥地利,最后定居在了国外。 至于韩副举的女儿则没有消息。 韩副举临阵脱逃的举动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,我们不好评论。 但韩副举的妻子高一真值得敬佩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 在那个年代,一个孤身的母亲带着五个孩子,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 谢谢观看,敬请期待。 感谢观看,敬请期待。 感谢观看,敬请期待。